洪家軍 洪准當生技博樂 先是投資CDMO大廠 臺康生技如今啟動健康金鳳凰 要成為臺灣生醫創業加速器 洪准從手機金屬飢殼廠觸角再延伸 現在跨入了生技領域 投資新創公司 眼前看到這智慧光鮮博電 能夠偵測人體的呼吸心率 以及有無連續性咳嗽 營友而成年人都可以偵測 惠家健康研發的智慧醫材 在聯合國報告中 被列為新冠疫情的創新項目 截落用AI軟體輔助做精準癌症檢測 瑞愛生醫打造的分析儀 將蔬果泡在水裡 能測出有無農藥殘留 MIT產品已經推向海外市場 原本一個團隊 你從開始孵化到進行投資 可能進行將近一年兩年上的時間 我們可以在半年之內 我們就可以從孵化到完成 很快就可以進行投資 所以讓更加團隊 還有更多的資源 更快的速度 加速他的成功 大家越來越重視健康這個產業 所以這健康這個產業的數 那個數字往上升 然而電子產業庫存風暴 卻是如臨大敵 謝金河點出 在電子五哥身上 鴻海存貨達到八千多億元 光打破兩千五百億 華碩偽創人保電腦都超過一千億 一票IC設計也難逃庫存壓力 他們本來就是營業有很大 所以存貨也會很大 那很大就是要看 他們負債也很大 謝金河也是緊接下來庫存調整 也要二到三劑 從現在開始 全球經濟將會聽見的是 雪落下的聲音 三粒新聞 超成李文科台北報導 有時報告 有時報告 吳修身 臨時報告 雷所以報告 有時報告 不時報告 在冠軍 有時報告 雷から